又來到氣象時間了 我們趕快來關心一下颱風的路徑預報 今年的第18號的颱風原歸 您可以看到它就在台灣的南方 它的外圍環流也是相當的一個寬廣 速度也是比較快的 今天也因為它的關係 所以東北部地區會有出現震雨 接著西半部地區從午後開始 都會有出現零星的一個雷雨 所以觀眾朋友們要多加留意這個氣象資訊 另外則我們來看到的是地面天氣圖 你會發現到說 因為受到這一個剛剛我們提到的這樣子影響 所以今天西半部的氣溫是比較高的 也會有比較悶熱的感覺 高溫有望來到34度 特別是我們要提到桃園還有新竹以及南投 新溫上會出現黃色燈號 所以外出一定要多加的補充水分 另外至於是東半部地區的朋友們 也要多加注意 因為雲量是比較多的關係 高溫大概是落在31到33度 所以也是一樣要注意防曬 就對您關心就是降雨方面了 到底會不會下雨呢 您透過電量降雨會發現到說整個台灣 其實雨量相對來說是比較沒有樣的多 但是呢 大部分的雨量呢 都是集中在就是北部地區 特別是基隆的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地區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那就是恆春半島 還有這個南部山區的地 朋友們呢 一定要多加留意 因為可能會出現局部的短暫震雨 另外呢 像是在午後的時候呢 中南部還有其他山區 可能也會出現零星的短暫雷震雨 所以觀眾朋友們還要記得 帶傘外出還是比較保險的 以上就是今天天氣資訊提供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